你还记得他吗?McL因醉酒殴打迪士司机被封杀,现在变了另一个样完全认不出是他。 80后,90后经常看台湾综艺节目的朋友一定认识McL吧?来自日本的McL是罗志祥的前女友,也是小S的闺蜜,2013年因醉酒殴打迪士司机时间引起大量民众谴责,演艺事业直接跌入谷底,一度被封杀,无反生之日。 由于演艺事业中受打击,所有节目封杀他,McL只能靠商演维持生计,但是并不多,无奈之下听朋友的建议投资生意。 他与日本友人合股投资美容生液,但并不长久,最近产品被检测出有害成分超标,导致产品暂时停售。 30多岁的McL出道时高挑的身材,存在在娱乐圈宏集一时,更是不少男性心目中犹如女神一般的存在。 McL暂时没办法继续卖保养品。 不过,有传他又做了另一个小生意,靠卖潮牌手链为生,曾经的人气女心如今沦落如此,真是令人唏嘘。 更令人惊奇的是,曾经的女神现在却大变样,虽然曾经有发胖走样,但现在是变了样子,和以前因而非的她大不同。 不知道是美颜时度过分了还是真的有变脸呢?